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一对中年夫妻自北部开车南下至台中参加法式滚球比赛,因不熟路况便寻不住比赛场地,眼线比赛即将开始,越来越焦虑,索性刚好见到警车经过连忙上线求助,游载地远景在前领路,顺利在千军一发之际赶上比赛。 台中市第三分局东区分住所远景许家和师干运日前在辖内巡逻并执行违规车辆取缔时,突有民众轻敲车窗,远景转头见一辆摇下车窗的银色小客车,副驾驶座一名中年男子向警方表示,他们夫妻俩今天从桃园南下参加台中市主委背法式滚球赛,却一直找不到比赛场地, 已经在附近绕了好久,眼线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比赛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始,越来越觉得心焦,刚好看到警车经过便赶紧上前求救,远景了解状况后,便请开车的妻子尾随警车,由远景带路前往,因驾驶路况不熟一路落后,远景也忍不住替他们注击无法在十分钟内到达, 幸好最后顺利在千军一发之际赶上比赛,警方说,东区所辖内拥干成滚球场,金融棒球场等运动赛事场地,此次台中市主委背法式滚球赛场地设在金融棒球场外, 这对夫妻找不到路屡次询问路人,然在敌人所认知的滚球场就是自由路上的干成滚球场, 也难怪驾驶一直开车在杠城滚球场附近绕,绕了半个小时却便寻不住,然比赛再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幸好远景在附近执勤带路,总算及时赶上比赛。 感谢!